那很多的臭宝呢 问到夏尔兰怎么样 就夏尔兰贼简单 今天呢给大家来一些实操和讲解 首先夏尔兰呢 它是一个短日照的植物 它跟长寿花很像 就是它不需要很长的日照 你强一点没事 可能会晒得它干笔啊 这那那那那 它不会晒死 但是它喜欢这种短日照 就是每天6到8个小时左右 别再超过8个小时了 超过8个小时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收到手的呢 基本上都带花包的 它开完花之后呢 你看这个开完花之后 还感觉还比较水灵 就像人呀生完孩子 这个时期要干嘛呢 就像现在这个了 这个就是已经开完花了 就像这种了 它还比较饱满 这个时候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它修剪 有段话说怎么修剪 有段话说我不修剪 这很多话有呢 它夏尔兰会养 它养不好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今天呢就是交给大家 来像这个呢 咱们准备好土 这个土呢 是用到老花仪的一个通用配方堵 也可以迁插 干嘛呢 这个时候这样 看到没 拿着这个叶子 然后一拧 看到没 一拧 就拧下来了 拧下来干嘛呢 迁插 有段话说老花仪 我不拧 你看 我只需要把这个拧下来 是因为它下边这些小的 再有一个是呢 夏尔兰叫啃老竹 它的根系 不怎么发达 如果说你留的过分长啊 长得瘦瘦弱弱的 看着长没有用 不好看 明白吧 都是这样一拧就行了 拧下来找草土牵插 你就不用浇水了 也不用施肥 你就找一份好土 就这样一拧就下来 看到没 就这样 插六个也行 插八个也行 你想插几个插几个 存活率都在90%左右 保持微微潮 有条件的话 你再上点生根液 杀菌剂这些 来我继续操作了就 好了 基本上就算是修剪完成了 这个呢 以后就会不断地 长一些新的刺牙起来 它慢慢地就会开花 像这个呢 有上两三个月左右 它就基本上可以 陆陆续续地去开花了 你像养的话 最多半年 咱们这一盆 既达到了修剪 又得到了五六盆 这些个蟹软篮 对不对 它嵌插催活率很高 有话说 我就不修剪 你就不修剪 你看 它上面长得呢 就会很瘦弱无力 时间长了 它一截一截往上找 它就整个的报金了 就是谢尔兰都能养活 但是不能养好 你就按我这么来 你家里边一盆谢尔兰 你家里边无数盆 所以说谢尔兰老花姨也卖 销量不高 就是因为这个 很多的花友 就看了我这个视频 他就买一盆谢尔兰兰 就家里边 谢尔兰不断 就自己都能卖了 老花姨 你给了我一盆谢尔兰兰 我现在我去急上 我都能卖二十块钱 换包烟了 好了 懂这个事就行 谢尔兰呢 不喜欢水很大 它其实跟谢尔兰兰养活 方法差不了很多 你摸一摸叶片 有点软了 就缺水了 一定要摸一摸 盆头干不干 如果说叶片软了 盆头干了 也是缺水了 缺过水也是不好的 像这种很饱满的 你们呀 就开始动手 找这种饱满的叶片 扭下来 就可以去扦插了 赶紧行动起来吧 小丑保 觉得这么做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姨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 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脆转意义 记得点个关注 白蓝丑保